为大家推荐 我们高雄市政府观光局 推动高城市成为无障碍友善城市 规划了三条无障碍旅游示范路线 包括有港区县、北高县、连潭县 可以说是串联风景区 还有旅宿餐饮业者 那么在结合无障碍通用计程车合作 可以说是规划非常完善 非常贴心的一条龙的旅游的路线 让我们行动不便者 还有像是尹法祖、幼儿、孕妇 都能够出门来到高雄 从台湾各个地方来到高雄 旅游都非常的方便 就是率先有这样的一个路线 就像副市长讲的 我们希望未来高雄市 所有的路线都是让我们行动不便者 非常的方便来旅游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跟市务团队跟观光局 用心规划这三条路线 接着就为大家来介绍这三条无障碍的路线 那观光局呢非常积极的在推动就是叫做一新三线的这样一个高雄市的一个观光旅游形成的一个规划 所以呢我们首先介绍的这条港市二日游就是一新三线的一新 所谓的一新呢就是我们要用轻轨来串联 主要用轻轨来串联这些景点 所以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有旧他国义故事馆 那还有像我们这里的这个战恶部那有博威术特区一大 博威术特区一大大一的博威大一仓库区 那这个这个路线呢是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体验 那还有包括就是高雄港水花园 所以也可以让大家呢来游逛 那接着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呢 利用这个消费券到六合夜市去尽情的shopping 然后呢在高雄呢就是住宿高雄的这个无障碍的这个旅宿 那第二天呢我们可以到西族湾到齐津到西族湾呢可以到我们的就是 大口英国领事馆国化园区还有西族湾的观景平台 然后呢接着到齐津有齐津老街到其后的观光市场去买这个海味伴手礼 然后可以到贝壳博物馆这个可以说是全台湾最棒的这个贝壳博物馆 这是第一条的这个港市二日游的路线 接着呢是第二条北高一日游的路线 北高一日游的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以可以保揽高雄市的这个很棒的这个景点取胜 就是由我们阿宫殿水部风景区 然后呢到钢山之眼 钢山之眼就是可以看到整个高雄市大高雄市的这个美景 接下来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就是包括连潭一日游 连潭一日游这个第三条的这个路线呢 那我们一定要到高雄物产馆可以购买高雄最棒的龙特产品跟文创商品 然后呢到我们的连潭台楼入口 还有呢许多中外的游客最喜欢的 到我们的龙虎塔还有春秋河这边来拍照 还有东南亚最大的水上的这个神像 全天上帝的神像 还有不要忘了潘咖啡跟中外品部奇品文创馆的DIY 还有就是我们孔庙 那我们在今天呢这三条路线呢 希望我们的媒体可以多多的来报导 让全台湾各地的行动不变者或者是高零者 他们都可以到我们高雄市来做无障碍的这样一个旅游的一个体验